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迎看中国 我是善语 9月19日下午 杭州乾塘江大潮带着台风普拉桑来了 潮水漫过江低 海浪冲击之后会产生冲天潮高达7米 汹涌而来的潮水漫过江低 直接冲向人群 有人慌忙避开 有人却依然靠近拍摄气势如虹的潮水 乾塘江大潮冲上露面 观潮的人群迅速的躲避 今年第13号台风 贝比加作为1949年以来正面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 刚走没两天 今年第14号台风普拉桑 循着贝比加的老路又来了 台风普拉桑 9月19号22日前后在上海市凤贤区沿海二次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 这是一个星期内第二个吹袭江浙和上海的风暴 台风普拉桑虽然强度明显不及 贝比加 但它的移动速度很快 因此具备很强的冲击力 上海中心气象台9月19日22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此前台风贝比加重创上海 贝比加台风导致上海航班取消 高速公路封闭 城市街道一片狼藉 从网上曝光的视频来看 令人触目惊心 市民拍下暴风雨中的路人 有人骑车车被吹倒在地上 扶起车时人被风吹跑 另一名快递小哥货物被吹落一地 贝比加台风在上海肆虐 外卖小哥艰难前行 倍感心酸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的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 顽强的在暴风雨中穿梭 有的外卖小哥的送餐车被水冲倒 他会拉回车在水中奋力挣扎 台风给很多城市带来了不便 也给外卖小哥们增加了不少困难 在风雨中要穿上雨衣雨鞋 还要给电动车和外卖箱罩上防水布 但即使这样 还是会被雨水打湿 尤其是在台风天 送外卖太危险 不仅遇到路滑摔伤车摔坏等情况 还可能被台风刮下来的物体砸伤 有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暖心的呼吁 台风天别点外卖了 大家共同为外卖小哥的安全负责 众多网友纷纷响应 外卖小哥也是人啊 他们的安全比一顿饭重要 非必要不外出自备食物 少点外卖 贝比加不仅对生活在上海的民众 带来生命安全的威胁 也对上海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贝比加威力之大 还是让一些高层小区和摩天大楼 遭遇了不小的挑战 9月16号 一栋高层住宅的大幅墙皮被掀翻 伴随一声巨响重重的砸在地面上 市民中两名男子躲开了从天而降的外墙碎片 在他们面前不到5米的地方 碎石块散落一地 扬起一阵灰尘 这一幕发生在上海青浦区照相板块的松文苑小区 松文苑是建于2014年的洞迁安置小区 共有20栋楼是板块内的品质较高的住宅社区 店家交易记录显示 该小区于今年6月份成交均价 均超过了14万每平方米 除了高层住宅 上海高端酒店也有玻璃木墙受损 社交媒体的一段视频显示 毛酒店的大堂沙发座旁边巨幅落地窗被台风吹落 一名女子急忙的背着孩子躲开 大风灌入酒店大厅吹得桌上的纸条四处飘散 据陆媒报道 该视频内容发生在黄埔区新天地朗亭酒店 酒店客房在1200元到1700元每晚不等 最贵的行政套房要6510元每晚 是较为知名的豪华酒店 据盖酒店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玻璃木墙破损发生在一楼大厅的自主餐厅 目前该餐厅已经暂停开放 内部正在进行紧急的维修 9月16日上海浦东临港新陈沿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风暴袭击 这场台风的登陆不仅带来了狂风暴雨的破坏力 更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 建筑损坏 基础设施损坏 这些直接结果就是让经济损失的数字无端攀升 从今日市场到房地产市场到零售业 无疑能幸免云难 投资信心受挫 这些都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交通运输业也面临严峻挑战 台风期间 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将面临停运或延误的风险 导致货物运输受阻 企业物流成本上升 台风来袭导致一些工厂停工停产 部分生产线受损从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与此同时 卑鄙家来袭正值中秋假日 这也无疑重挫上海和周边地区的旅游业 沿海地区的旅游景点会暂时关闭 游客出行计划被打乱 这对依赖旅游业的城市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此外 再后重建的资金投入 保险理赔的流程 公共设施的修复 都将是对上海经济任性的考验 可以说台风贝比加的升级将给沿海地区的经济 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短期内难以恢复 据统计2019年超强台风 例起码曾经导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1亿人民币 此次贝比加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13号台风贝比加强度逐步减弱 其带来的降雨天气并未结束 受台风的影响 9月17日至18日 河南多地降雨仍将持续 上秋大步出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最大降水量625.9毫米 上秋城市排水系统完善 各部门在积极想办法 还能淹成这样 可想而知农村此时此刻的景象是多么的糟糕透顶 一个男生说 河南商丘永城市河堤绝口 你们看看这过个人都过不来 雨太大了 9月18日 河南商丘 农村妇女跪地给老天爷磕头 请求不要再下雨了 女生说 老天爷 您别下雨了 您把百姓都吓怕了 雨水淹了我的庄稼 汽车都开到高处了 老天爷帮帮我们吧 河南农村妇女给台风贝比加磕头 中国最淳朴的农民 守卫着全国人的粮仓 如果你不是两脚扎根于土地 体会不了中国农民的艰辛 中国农民面临天灾人祸 没有国家补偿 只能靠天吃饭 农民就盼望着风调雨顺 土地就是他们唯一能活下来的依靠 男生说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刚找到一个新的场地 又下了这么大的雨 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难 刚刚搭建一半下这么大的雨 现在水这么深 该怎么办 老天能不能不要再下雨了 我们刚刚找到一个新的场地 就下这么大雨 我们该怎么活 该怎么活 不要再下了 河南大暴雨导致商丘一养鸡场 近3000只鸡被淹死 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 养殖户王先生表示 降雨持续两天 养殖场积水有50厘米深 只有农民才能理解 今年种了庄稼有多么不容易 先是大旱 灌溉问题难入登天 好不容易熬过了干旱 终于看到了收获的希望 结果这场大雨 又把辛苦得来的果实冲得无影无踪 辛辛苦苦一年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从网传视频中可以直观的看到 村庄几乎被水淹没 村民们看着水位一点点上涨 心急如焚 村里的水几乎要没过腰 村民们非必要不出门 戏便出门 也是拿着棍子在水里试探着前行 脚下的路早已变成了水路 前方的地变成了海 网友还拍到了让人心酸的一幕 原本丰收再寄的玉米 被积水冲得四散 一个大哥站在积水中 弯着腰一根一根的剪着玉米 让人倍感心酸 网友无不为农民们感到心疼 有人说 40多年了河道水库疏于治理 没有统一规划一家一户的田地 把很多的渠沟都堵死了 村子里修个下水道都很难 一下大雨 平原就成了泽国 有人吐槽 以前的沟渠 都是让有官部门清除的 下雨能不淹吗 看似无处可用的田间沟渠 就是为了抗旱防烙 现在搞什么高校农田 都给毁坏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说了 也白说 贝比加的洒泼无情的揭示了 中国在防洪排水系统上的缺失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脆弱性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基础设施问题的严峻性 受贝比加台风影响 安徽多地暴雨成灾 大量的房子 车辆和庄稼泡水 其中安徽萧县和荡山县半夜突发大水 损失惨重 9月18日超强台风 贝比加 袭击过境 安徽荡山县地区积水量超过330毫米 不少地区被洪水淹没 道路交通 供电通讯 大量商铺和车辆泡水 一个男生说 到处都是积水 有的一米多深 有的地方两米深 这是最浅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这是怎么了 今日受台风贝比加的影响 安徽荡山县医院因暴雨积水严重 医院门口有橡皮亭接送病患 该医院工作人员说 可以看病 门口有橡皮亭 视频显示 医院大厅积水没过脚踝 几人在一楼走动 门口放着防讯带 台阶下方 积水已经急要 不少患者靠绳子牵引走进医院 女生说 天啊 都成游泳场了 男生说 怎么样 回家怎么样 你爸肯定出来了 水太急了 女生回应 你看我直自一米八的个子 水都到哪了 水都没过他的腰了 你看政府也没派人来救我们 也没人来看望关心我们 昨天车库进水 我没有哭 房子里边进水 我也没有哭 儿子哭 我还安慰他 但是我丈夫给我发了视频 我忍不住哭了 就是他虽然不大 但他最起码给你温暖 然后你眼看着用心经营的家 就这样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是那种心情 用什么言语都无法形容 6月18日荡山降下了近年以来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一场暴雨 一夜之间荡山变成了水城 果农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太难了 官方数据显示 荡山县李庄镇等部分乡镇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 局部地区150毫米以上 部分道路积水较深 公车停运 9月19日上午部分地区仍然积水 目前镇值著名的荡山梨采收剂大面积的梨树和采收好的梨子泡在水中 损失惨重 安徽宿州荡山县店铺老板李女士表示 下的是大雨到暴雨就没停 荡山几乎都淹了 路上都是水泡着车子 地下道4米5深度 安着一片的房屋里面基本上都进水了 直接用盆往外刮了 安徽宿州萧县的村民刘先生说 大暴雨都淹完了 县城全泡了 停工停客 在我庄上水到我膝盖 部分屋子进水了 种的玉米全都淹死完了 河涨的水太多了 水库圆满了还得泄 下游损失更大 安徽宿州萧县居民王先生说 雨量太大了 一天一夜就发大水 有些地方的水一米多深 车有泡的 房子里面的水都老深了 中价淹的差不多了都没有了 肯定有损失 你看这边的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 包括物料全部都泡了 从农业角度来看 沿海地区的农作物和渔业 将受到严重打击 台风贝贝加带来了强降雨和洪水 引发农田被淹 渔业设施损毁的问题 进一步推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 贝贝加可能影响的地区 涵盖了中国重要的粮食和渔业生产基地 这将对粮食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惠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